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今天是中華民國 104年2月25號 我們看到 這個昨天平面媒體先曝光了 當初美和氏的契約 顯然是滿久 這個市長任內核定 核定了這個注定了 一連串的開發案的 不平等條約的開始 然後今天初刊的一週刊 曝光了過去 美和氏歷經多年 總共3000多頁密件跟公文文書 回頭來看 台灣社會這些年來 這個開發案 開發來開發去 都變成財團大賺錢 一個美和氏的開發案 林農賢還撈數百億以上 那財團為什麼 可以這樣子撈大錢呢 因為真的有財神爺在照顧 這些年來 馬好直正16年 作為這一個台北市最大財神爺 到底扒了多少財啊 這個部分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 劉雄同學好 大家好 再郭正雄同學 大家好 好 童宋燕同學 好 鍾小平同學 好 再來是張維中老師 主持人大家好 好 再來是光晴 大家好 這個我剛給觀眾朋友看過 昨天這個時報的頭版頭先曝光了 當年馬英九在市長任內 核定美和氏作為一個超過持有土地 持份99%的這一個所有權的市長 竟然把所有的主導權讓給一個持有土地 投入不到1%的美和氏的開發商日盛生 那同樣的隔天一週刊 今天一早曝光的是 當初台北市政府前後的不同的市長 跟不同的相關的官員 到底是怎麼圖利日盛生的呢 整個檔案 光是公文文件超過了3000頁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一則報導 被譽為房市票房保證的捷運宅 美和氏 讓北市府權益損失超過百億元 關鍵公文曝光 原來始作俑者是早在豪龍斌之前的 前市長馬英九 翻開契約書清楚看到樓地板分配原則 投資人也就是日盛生 建議捷運巡和北市府獲得 應該以商業辦公大樓為主 而同樣也是私地主角色的日盛生 則自願分配到集合住宅 當時的台北市長馬英九 簽下大名拍板定案 馬英九跟日盛生簽的這個條約 基本上我用四個字形容 就是馬關條約 最嚴重的喪權入國 美和氏解密公文曝光 寫下建商吃肉市府喝湯的荒謬制 擁有美和氏土地超過99%的北市府 竟然只分回百分之三十點七五的土地和建築 不合理的分配原則估計讓北市府損失至少超過百億元 對我來講還是善後為主 就是說現在那房子要怎麼租出去的 賣場要租出去這個先處理 這有沒有必案還是給林鄭委員會去處理 前朝美和氏爛讓 柯市長只能努力善後交付仲裁 過去北市府和日盛生的仲裁文件同步曝光 仔細看負責仲裁的三位委員 鄭冠宇是日盛生推薦 黃立委北市府推薦 而最關鍵的就是雙方共同推薦的羅明通 那個仲裁是在 黃立委員長的時候就已經決定了 美和氏案對市府來講 他最大的優勢是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案子 所以不見得要在仲裁這個點上來決勝負 最快下個月出爐的仲裁結果成了北市府 能不能向日盛生酬償76億的關鍵 隨著相關公文一一攤在陽光下 也讓史上規模最大的捷運聯合開發案 再現撥欄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光綺 今天一週刊曝光了 當初這個美和氏相關的一連串的公文密件 那顯然這十多年了 還有馬市長跟郝市長 兩個市長要負最大的責任 沒錯 我們看到今天的網站上面 公布了3000頁 原先列為機密的文件 分為四大類分別是同意仲裁的文件 還有環評的文件 這個權益分配的文件 還有建架報告的文件 如果大家想更細部的了解 可以在專業的輔助下去抽絲剝繭 不過呢一週刊今天趁勝追擊 因為昨天自由時報率先公布了這個精密文件 裡面有馬英九的官房 因為這個整個案子是他所核定的 那郝龍斌接放 你看林冠畫的全部不要推給林從一 他每一個比例 每一個階段 他都有下指示 而且有壓上他自己的這個名字 所以這根本就是一個共犯結構 然後呢 在這個所有的這個過程當中 郝龍斌這個接放以後呢 他們負責的就是上權入國的這個權益分配比 那在這個九次會議裡面 其中呢前面五次 這是大家所探討的 前面五次呢 已經就是說針對權益分配 已經是往這個所謂的接近七三 這樣的一個分配 但是當時候還保留說 還有六八跟三二的 這樣的比例 可是到第八次協商呢 林從一他主導之下 竟然又縮水了 變成後來我們看到的 三層對上七層 那三層對上七層 大家說那你代表什麼意義 還是1比99我們先講吧 我們有99.35%的這個土地 竟然最後分給這個財團七層 那他們不過是1%的這樣一個土地 結果呢 他們分到七層 那我們分到三層 比例已經不這個失衡了 但是我們分到什麼 我們原先的這個住宅 才是最夯的 我們講說黃金好了 黃金給財團 那下一位我們去啦 我們分配到是不值錢的 所謂商場跟三半 而且呢 現在呢 這個一週刊的團隊進場去看這個商場大樓 本來就應該交屋了 結果現在變成一個廢棄的 這個所謂的大型的文字館 或是大型的工地啊 門都沒裝 現場用那個最廉價的材質 甚至那個還有一些材質已經均裂了 你說這個東西說 這個是所謂的黃金 在這個談判過程當中 日生生建議我們的 你講耶 你講待在這裡面 然後扮成這個樣子一定是有官商勾結嘛 然後這個是第一個重點 我們後來也看到說 在這個整個令人瞠目結舌的部分 還有日生生非在以1%主導全局之外呢 另外呢 在這個之前 還這個要求我們的這個市府 買了110萬一個的車位 買了1137格 又花了我們12億5000萬的 這樣的一個費用 也是林從一他拍板定案的 那我們再看到其中 在這個進行建價的部分 這也偽造 那最重要的是 黃金要卸任之前 他之前想要跑你知道嗎 想要做一些彌補 找不找這個重新建價的這個廠商 到了他卸任前 尤其是最後12月19號卸任前6天 他們才開一個仲裁協會的 這個詢問會議 那他先前是做了一些 這個所謂的這個散後動作 他再找了5家的這個 重新建價的這些廠商 重新建價 然後吳宜錦宣布說 要向日盛生追討76.9億 那你乍看之下說 從35億變成76.9億 他幫我們多爭取 不是 因為整個又是聽日盛生的建議說 那我們就來仲裁 連這個現在柯文哲 接手的這個仲裁的模式 沒有辦法掐住日盛生煙喉的這個模式 都是日盛生跟郝龍斌所套招好的 這一直都看今天報導一個重點 然後呢 現在呢我們又看到其中的細節 在整個林聰英跟日盛生 他們這個所謂的審議的過程當中 最早之前林聰英還不出場 最早的會議 甚至由日盛生代表主持 你這個師父 你上前入國人就罷了 你根本就是一個亡國嘛 我手上這一份 這一個80多份的連開案 我們待會稍晚節目再講 這裡頭是一大堆美和氏們 但是阿良 今天先講清楚美和氏 美和氏真的林隆賢 他好多財神爺大貴人 現在看起來馬英九跟郝龍斌 是他的超級財神爺 因為這個我們後來不是看到 那個北檢有查出來 他見價有修改嘛 對 那如果北市府認為 見價有誤對不對 那個估價公司叫旭州估價公司 這是業界很有名的公司 你為什麼不提告 OK 北市府也沒做這個動作 對不對 那當然我們後來看到他12月 就是他那個仲裁庭就開了第一庭 然後接下來克批就是1月9號 他就很無奈的就接受了 這個結果啦 不過我覺得這裡有過失啦 這個過失就是說 他並沒有加一個彈書啦 說這個見價報告 他認為有問題 那所以目前仲裁庭如果往下走啦 目前真的不是很樂觀啦 我說實在話 那這個就扯到了就是 這個連開案是不是美和市獨特啦 因為我昨天有在這裡稍微講到 說美和市之所以會被爆料 變成一個眾所矚目的案件 甚至於還報到北檢 然後北檢介入查案 主要是因為他扯到了調查局的宿舍 那因為這裡面有很多調查局的人 是師弟組 那師弟組就是美和市 日晨生確實因為那個程序是這樣 日晨生他就要先去收購師弟組嘛 然後他就要來跟台北市拿到這個合約嘛 那這個師弟組事實上有部分是在 還沒有拿到合約之前就賣了 那有一些是在日晨生拿到合約之後 照理講日晨生已經可以不理他們了 因為日晨生只要根據權益比例嘛 我就照權益比例走 然後給你們這些人 給予一定的權益配比就好了嘛 因為日晨生整個收購土地的成本 按照容積率再換算大概是25.33萬 一平25.33萬 土地喔 土地一平25.33萬 因為最早某一部分是農地的成本比較低嘛 農地的時候聽說有1平60萬的 對 那後面聽說也有五六十萬的 所以我先跟你講 我今天就是要報一個案外案的料啦 我昨天不是講到調查局長王光宇嗎 前任的調查局長王光宇 他事實上在那個地方也有一塊地 10.81平 才10平 對 住宅區啦 住宅區 結果日晨生已經拿到合約了 那後來聽說是捷運局長長期的介入 要求日晨生在拿到合約之後去擺平這一群人 這群人有14戶 那農業地它是賣多少 賣34萬 一坪34萬 農業地喔 然後住宅地它是平均價是69到73萬去買 那顯然這群人仍然覺得這個價格不滿意對不對 所以才會爆料出來啦 農業跟住宅差一倍 那太少了 那我們這個局長這個是日晨遠東他買的啦 那他的土地是中華段820821地號 他總共買10坪多就拿到795萬 那所以显然過去其他的實地組 對於日晨生這後面取得的龐大利益 他們是不滿的 所以這整個案子才會爆才會浮誇 當然是因為有調查局啦 因為他對整個程序熟嘛 不然等一下我們會談到別的案 別的案也有類似情況啊 怎麼都沒事 因為別的案不一定能夠被掌握到 充分的資料 如果我講的句不好聽 這裡頭如果有調查局 搞不好林榮顯啊 連開處那些人早就被監聽 監聽不知道多久了 林國安你去看後來的發展 後來北檢不是押了兩個人嗎 一個開發處處長 一個科長嘛 對 怎麼有人幫忙啊 辦了兩個官員 現在一審也還沒結束啦 日晨生沒辦的人幫你 對 所以重點 怎麼會有這種事呢 怎麼會有這種事呢 有徒利然後日晨生的人都沒事 會沒有生壓 玲瓏顯嘛 對 日晨生都沒事 所以這個意味著什麼 這個意味著就是說 日晨生把這些人擺平了嘛 不是 這意味著檢調 有不同力量 檢調有人不爽玲瓏顯 但是有人在照玲瓏顯嘛 對 當然是這樣 可是再照玲瓏顯的那批人 在最後面站了上風嘛 對 可是官員就算還是沒辦法嘛 可是檢調擺不平嘛 檢調第一波被徵收調查局 都不送嘛 好 我們廣告之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這個大過年大家都想要有財神野 現在回頭看起來 台灣這些年來捷運開到哪裡 連開處的建商 顯然都有市長當財神野 那財神野怎麼送錢的呢 以美和事這個案例來講 台北市政府至少送給了日晨生 超過百億以上 那為什麼相關的資料文件 以及這中間的關鍵人物跟過程 會逐一的曝光呢 因為最早的其中一個失地主 據說是前任的調查局局長王光宇 王光宇呢 據說在當時是 擁有將近十坪左右的土地 十坪左右的土地 每坪以七十三萬賣掉 我們看一下下面這則報導 一看到捷運局人員 議員王世堅顧不得媒體在拍攝 立刻破口大罵 因為美和事連開案 市府拿到的相伴大樓 品質讓人不敢恭維 你看看 連個大門都沒有 連個像樣的大門都沒有 那現在有人在用方塊單嗎 你這個賣相有人這麼差的嗎 逃生梯也沒做成這樣 牆壁也是啊 那是用一筆三水雲砂 這樣怎麼抓在那樣 你說合約就是這麼寫的 對 這一區的合約是 我的天啊 有這麼毛的毛皮屋 刺激建材 做工粗糙 內部設施幾乎全按照法定 最下限裝修 二樓商場更是連天花板都沒有 照明設備不足 消防管系外漏 市府拿出兩千八百坪土地 卻換來劣質商場 王世堅氣得痛批包商 根本是在欺騙台北市民 這不是按著頭 這名字講 有商場沒有天花的嗎 細部裝修應該是商場 經營者來做的 對不對 很多細部裝修 牆面天花的部分 那你們沒有做 你們還講的就是 很正大光明就對了 那是經營者要來做 依照契約合約 對 依照契約來做 強調一切符合契約內容 但應該要是舉目材質的樓梯扶手 如今卻是不鏽鋼 整體缺失還多達56項未改善 驗收期限已經過七個月 日盛生的做法吃項未免 太過難看 記者綜合報導 好 劉雄同學你怎麼觀察 這個今天一週刊曝光了 美和市當初的重要的關鍵的公文 那網站上有三千頁的公文 歡迎各位觀眾朋友有興趣的 慢慢下載慢慢看 不過簡而言之呢 這個三海關第一關是馬英九核定了 馬英九核定了 放棄了台北市本來應該擁有 超過99%的所有權的主導權 那緊接著下來在談分配比例的時候 接二連三曝光的這個公文 都是郝龍斌簽的 郝龍斌簽的很妙 比方說在某一份簽文當中 他就說依林副市長所訂的比例協商辦理 那所以所有的東西都推給林崇一 這個林副市長就林崇一 好 那林崇一現在還說中風全忘光了 真的是很妙 我想有三大方向來講 第一個是就是說已經發生的事情 那昨天我們談到馬英九的部分 大家可以發現他的公文是打字 然後他是發文 正式公文 對 我們再看一遍他的畫面 他是這樣的正式的畫押的正式公文 那表示我們沒有看到內簽 搞不好內簽更精采 因為這個有打字出來 就表示做成結論了 內簽的那個字沒有出來 因為我在市政府擔任過市長秘書 所以我們常常看長官的公文 通通有眉角 都眉甲 來 正眉甲厲害 他寫畫圈的時候 可能是X的意思 他畫X可能是X的意思 好 你看那個8月3號 那是比較前面對不對 好 這裡 依林副市長的這個 鎖定比例協商辦理 那請問林副市長有沒有跟他報告過 一定有 然後世界也都協調過了 我說實話 沒有人那麼聰明 應該這樣 沒有人那麼笨 沒有那麼聰明 居然會把公文寫成這樣子 不然要寫成這樣子 因為這種公文上來是一個答案 就是說 承辦人 科長 組長 然後局長 然後副市長 就說我們X什麼...寫了辦理 他只要寫個X 寫個X就好了 X就過了 你看李登輝不是常常說 就比照他是皇帝寫個X對不對 寫個X多好了 寫個X看什麼 草農畢竟然選說 依林副市長這個所訂的 表示他遲到很清楚 對 所以這個魔鬼都在細節當中 對 好 那你再看第二個 這個9月13號 911 921 921 你看 拜商 結伙 辦理 這個表示說 不能亂搞 一定要按照這個 這都是魔鬼 一個很大器的人 反正你簽上來只有一個答案 X 就OK 就寫可X 就乳泥對不對 因為一定會泥半對不對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以前在當秘書的時候 我這個小秘書我根本不懂 我在大學剛畢業 在外面吃個頭鹿吃了一兩年 就去當市政府的基礙秘書 然後每天市長不在 我就每天學他的筆話 寫個可 好大可 後來人家說可要寫小一點 因為寫太大話叫大可不必 大可就不必 我底下人會會說 市長寫這麼大 那就不可以 後來我們就寫奴隸 不管你講 你到市融市政府 調那個奴隸那兩次 都是你寫的 比我現在寫的字漂亮 學那個市長的筆劃 所以很少人會寫這麼清楚 就是明確指示 對 他又不是承辦人 所以你就看得出來 你要我說 他為什麼要不斷的堅持 副市長所定的協商比例 協商比例 就是說他很在乎這個協商比例 他才會不斷的寫下協商比例 他很怕比例分錯了 沒有 我跟你講 這個雜誌的這次編排的人 可能沒那麼聰明 但是他沒想到 把重點抓出來 光這兩個就已經可以定罪了 好龍兵你 你絕對參與其中 那現在林從一說 他中風旺光了 林從一 底下還有人 本來是替小平常 那個三點幾 他變三點六 搞了七八四 不會一點幾 震怒 震怒 所以這裡面就證明說 這有問題了 所以請各位 好好去看那個千層的內籤 內籤的內容 絕對非常精彩 一定精彩 然後最好有開會紀錄 所以誰做紀錄的 應該 不可能做紀錄的 搞不好用日聖聖 做紀錄的 陳辦人 科長 局長 副市長都中風 不會吧 不會 沒有中風的 請他來回憶一下 但是我再講第二個 就是說 那現在 以前那個馬英九是這樣 每次人家下面開 因為他每天前採跑步游泳 到晚上下班開會的時候 他就渡顧 那如果有人像游子祥 他鼻子我們長出來 游子祥就跟他騎說 恭喜市長裁決 那就一二三 那市長一看 好 我們請金老師看完再說 所以後來衍生一些話了 對 可見 如果是單一的結論的話 就不必看了 就這樣決定了 三個結論我看不到 很難選擇 那甚至說已經發生了 請金老師先勾好答案 對 學姐點好了 我猜就好 好 第二個 那現在要怎麼辦 我覺得現在要怎麼辦 比較重要了 剛才我們正教學提到說 柯文哲還是有失誤 的確 那怎麼補失誤 可不可以籌一筆錢 就像小平講了 籌個20億30億 把你日盛生現在 還沒有處理掉的財產 我通通給你假扣一個 柯文哲是玩假的 等一下可以說明一下 假扣押 他多過20 30億很簡單 他看來市政府那麼多錢 不是 先假扣押 我們土地區抵押就好了 這個銀行他就借你錢 我們不是強盜 假扣押只是代表我的決心 是 各位好 因為現在 怎麼又提到助力人 助力人就是決心不夠 沒有決心 你沒有態度 柯文哲看起來那個動作很大 可是你的決心要展現 就是說你一定要說 那好 我籌個30億 把日生生所有未完成的工地 或是未處理掉的不動產 全部假扣押 對 我跟你講日生那天就 腿就乾了 乖乖了 那才有重啟談判的條件 對 我想我 然後最後 你說王光宇 也不能不稱讚一下 不 我是要稱讚他 當了這麼久的局長 想不到土地只有10.8坪 那10.8坪平安講 我們給他回算 我們現在用數字 小平說的 他如果賣60萬 這邊的這個叫什麼 這邊的這個容積率392 假設400好了 1比4好了 最高 就是60萬除以4 對 他每一坪在 他的每一坪的成本 土地成本15萬 對 他賣60萬 你一定 你是手人 你造價給多15萬 對 沒有造價10萬 10萬 10萬就蓋起來問過營造廠 我給他15萬 15萬很好了 對 最豪宅 他賺30萬 你市政府是白癡啊 60萬 而且是當時60萬 他就賺30萬 那你市政府都不懂嗎 人家還有公社 沒有啦 他就被 他就被同學朋友 像我這麼壞心的人 嘲笑說 你少賺一個零 少賺兩個零 所以就發現不對了 最厲害 廣告語很厚道的老人家啦 最厲害哪裡是一坪賣多少錢 對啊 是我10坪 我給你用實力主優先開發 我給你增開發權 還有調查局長 你來試試看 或者你再把我擺平 最厲害我10坪 他不是140坪嗎 然後賺了幾百億嗎 那我10坪 也是140坪裡面 四十分之一 我也可以賺個幾十億 最聰明是這樣 這是過去的話啦 我再回到 我們把數字把它彈清楚啦 年代向前看就要彈錢嘛 第一個 你多少銷售金額 銷售坪數 四六萬坪啦 對 十六萬坪一坪 只要三十五萬到四十萬 就超過六百億啦 對 這是第一個要錢要弄清楚啦 第二個 他花多少錢蓋 他花了一百 他報給政府是一百二十二億 一百二十二億 我們就照他的報 我們也不要扣人家的 那個玲瓏血的 他的報上去的東西嘛 是被篡改一百二十二 被高家隆篡改加五十二 變一百七十四嘛 造成分配的不均 好 我們把賬號算清楚啊 我們真正得到是十八趴的利益 因為我們分到三十 可是我們得到的是商辦 得到的是商場 是停車廠 那個是不值錢 而且公社佔了七十趴 好 那我們出了多少錢 我們出了七十趴的錢 為什麼 第一筆錢 這個土地估是估一百七十四 而不是七十六億 二 我們當初徵收土地 花了二十四億 三 人工地盤是我們出的錢 花了五十億 我們總共出了兩百四十八億 零容險出了一百二十二 這個比例 我們超過三分之二以上 為什麼我們出了七十趴的本錢 然後我們只得十八趴 這就是政府該檢討的地方 我們分三個三階段的市長 都要負責任 第一階段佔三十趴 那叫做馬英九跟歐靖德 你怎麼會讓他開發 取得開發權 而且由他主導 這第一件事 第二 負七十趴的責任 叫做郝龍斌跟林從一 而且剛才林冠林講到內行的話 內簽很重要 我非常簡單講 陳辦員到股長到科長到處長到局長到秘書長到副市長到市長 中間的內簽 每一貫都有內簽 這個是會出事的事 我倒過來講 因果倒過來 如果不是郝龍斌改寫這個林從一貴壁敢和協商通過 這是關鍵 這也是林從一保密的地方 他們官員會互相保密 保密是什麼東西 一輩子放到保險箱鎖住的不是錢 而是我股長簽給科長 科長簽給處長 副市長簽給市長 中間的上面上一級長官要我簽這個 我簽我會坐牢 你給我一個條子 我就簽 這才是最關鍵的地方 我講門道給大家跟觀眾報告 好 那這個案子 怎麼會搞出一個70比30的 簡單講 現在幾個關鍵人物 那叫做財政局長 當時叫法國會主委 那橫的聯繫要匯這兩個單位 不然不會過的 因為扯到法跟扯到錢嘛 對 所以高家農跟林從一 跟另外兩個當初匯法律 匯這個財務報告的財政局長 這四個一定要重啟調查 而且我認為要達到特徵組這個層級 什麼叫特徵組 特徵組就查三顆星以上 軍人 然後地方首長縣市長以上 直轄市長以上 然後這個中央官員是部長以上 部長院長總統 這叫特徵組嘛 因為當初這個生壓很怪 你再回到這生壓 你們有聽過指押官員 沒有押玲瓶險的嗎 沒有 從來沒有過這種事情 趙騰雄的案子 夜市我們跟老趙兩個都一起押 你可以指押夜市我們沒有押趙騰雄 沒有吧 而且老趙被押之後 鄭青天還被叫去問話 其他咖相關聯的建商都被叫去 還至少叫去對不對 對 今天法律上最重要的貪污圖例 叫泛逸之聯絡 對 那你今天你高家農篡改52億加上去 而讓日生生賺了兩三百億 你跟誰聯絡 你跟誰有犯意 那當然是玲瓶險嘛 開發商乙方嘛 就是為什麼這個案子 從頭到尾都動不了玲瓶險 那重點來了 為什麼這個案子辦了老半天 只辦到高家農 高家農以外的其他 橫向的台北市政府的官員 以及對口的日盛生相關的成員 都沒有人 你叩叩姐告的是總統 他有刑事豁免權 憲法給他保障 可是台北市的郝龍斌 是沒有刑事豁免權 林從醫當然被問了 然後你為什麼不把 這個這個 林從醫以上的官員 跟這個相關的喔 他也有一串人喔 日盛生不是只傳一個人嘛 你建家公司也要傳也要生壓耶 而且他的承辦員 到他的副總總經理 我說日盛生也一起要生壓 生壓總十幾人吧 而不是一人嘛 好 我們稍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免代 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我手上今天出刊的一週刊 曝光了其中一部分 美和氏歷任不同市長的 相關的公文 剛剛講到 前一波美和氏的案子 檢調收過辦過 然後監察院彈劾過 不過前一波檢調 只有辦到高嘉農 林從醫反正中風什麼事情 都忘光了 什麼事情都沒有 然後再往前 現在曝光出來 顯然當時 好榮斌 在幾個關鍵的內簽公文上面 是完全 載明了 伊林副市長所定的協商比例 來辦理 你怎麼觀察 這一波相關的資料 其實這個我們看到 林從醫這三個字 就是一個密碼 林從醫是怎麼樣的角色 林從醫是好榮斌 好柏村安排放在 放在好榮斌旁邊的一個人 所以好榮斌講難聽一點 所以他是好杯杯好家軍的老陳 是不是 沒有錯 可以說是看到他 好像看到他爸爸一樣 所以為什麼這個文會這樣簽 這很清楚 為什麼說一切依照林從醫 他的協調他的指示去辦理 好榮斌是一個市長 他為什麼一再提到林從醫 在裡面的內簽我們看到好榮斌 他自己的字跡裡面 他一再的強調這件事 好榮斌有沒有涉入 所以我說林從醫如果 他中風有沒有中風不知道 好榮斌沒有中風 所以好榮斌 好榮斌應該傳去問 對 好榮斌一定要傳去問 那好榮斌一再強調了比例 他為什麼要強調比例 強調比例這兩個字就表示 他知道比例是多少 然後這個比例有喬過 他跟林從醫跟相關的人 是什麼樣來喬的 剛才小平在講到一點 包括財政局 財政局長是誰啊 邱大展 當時是邱大展 邱大展 另外還有誰呢 法規會的主委 我們說自稱為葉壯師的 那個叫做葉慶元 這也是他的四人幫裡面的成員 有林從醫 有邱大展 有葉慶元 這完全是勾勒出來 其實好榮斌所有的弊案 他不用自己出手啊 只要有這一群人在一起 所勾勒出來的 就是一個弊案的標準作業 流程嘛 所以好榮斌很清楚的 他們一個小圈圈的人 一定有討論過 所以現在這個案子 我覺得 我也來建議這個柯皮以後 有相關的這什麼三千頁的 內簽什麼議員 也有在調啊 不給我們啊 不給我們 不給中小 不給彤仲燕 給一周刊 這樣好嗎 公文不給你們 不給我們啊 為什麼現在是在周刊的網站上 我覺得很簡單 就在市府 不是說要公開透明 以後你就把東西都貼出來 難道一周刊是太上市長嗎 現在可以這樣看嗎 這很奇怪 我也覺得很奇怪 我現場兩位都是台北市議員 我調不到資料 而且你們兩個不同黨 一個民進黨 不同黨 那你們兩個都調不到資料 那三千頁的公文 一定是台北市政府流出去的 你如果說 我講真的 你如果偶爾某一個東西 現在智慧型手機拍個照 有可能流出去 怎麼可能三千頁放在一周刊下站 而且我認為是柯文哲 下令三千頁鋪上 覺得現在台北市政府的這個網站 可以成立一個專區嗎 你閉案每天 只要說市長說可以 就貼上去就貼上去 不是用這種方式 然後給特定的媒體 如果說要來做文章 包括我們這邊年代向前看 我們也可以大家來解讀 給一家解讀 不如給眾人解讀 在聯政委員會 聯政委員會裡面 他們有通過就是說 包括調查中的案子 第一不能夠公開對外發言 那不能公開對外發言 那另外一個意思 是不是說這個資料 你也不能夠這樣流出去 所以這聯政委員會相關的這個規範 我覺得要弄清楚 否則這是嚴重侵害到 包括所有對市民的公開透明的承諾 以及對議員的一個 我們議員職權的一個侵犯 我覺得這個不可以這樣做 所以一馬歸馬 就是說台灣社會要追弊案是一馬 可是兩位台北市議員都表達清楚 你如果是公文文件 應該給全民檢驗 應該也給民意代表市議會 是監督市政府的重要的單位來檢驗 而不是給一週刊檢驗 那台灣社會如果什麼東西都丟一週刊 某種程度也挺悲哀的嘛 好 那詹老師 剛剛講到 那郝龍斌這一波曝光的相關的公文 照劉文雄這個解謙詩的結果 真的喔 自己改喊我了 對 這個都足以讓檢驗重啟調查 郝龍斌可以逃脫牢獄之災嗎 我們從國運以及個人的生冷 天干來解釋一下 因為今年是太陰星化季 所以叫防災四起 包括摩天樓也起火了 對 杜拜的大樓 老他 頂樓拆建都跟房子有關係 那真正這一波今年會受傷的 應該是建案的老闆們 為什麼 至少這個民不與官鬥啊 他們不是有一堆財神也在造嗎 這一波會受傷 民不與官鬥啊 他們真正要受破財之災的 應該是這些建商的建商 那我們再反觀好了 郝龍斌是41年次的 本身41 51 61 無取心化劑 不要跟金錢過多的牽扯 才能遠離災難 所以如果他牽扯到這個金錢的話 我覺得是有危機的 但他真正的危機是在 三年後兩年後 為什麼 因為整個看官司的話 看陽刃陀螺 那他三年後四年後 才會碰到陽刃陀螺 所以就算被質疑 會不會挑戰的話 後續的訴訟也應該是 兩年後三年後 才有可能擴大 那今年防災是肯定的 其次再來關心一下 我們這個非常熱門的柯批 柯批這個是他的流年盤 他現在執政雙滿月 可是也有兩次人身安全的威脅 對對對 那解釋一下 因為今年走這個 我們其實所有的選舉 其實是在高興 不是2016選舉 是農曆的2015選舉 對 所以所有的選舉都擺在陽年 忘掉2016的猴年 這重點OK 我先打得上 詹老師要講的意思是說 所謂的總統大選 跟立委大選 都還在陽年選 對 就可能先選立委 或者立委跟總統 本來一起選 那一月還算陽年就對了 所以你現在流年的運勢 不管看誰都要看陽年的運勢 對 所以論命者 不要超脫這個框框 不要誤判的 柯批本身他今年是陽刃手 流年本命 所以自身的血光 自己的疾病的復發 或體內的問題 有的血光是有可能的 他最近感冒了 對 高血壓 高血壓 感冒也算嘛 高血壓 藥師太多 藥師太多 不要跟你同意一樣 好 那今年的小血光 很快 今年的小血光 是他的太太的慢性疾病 要注意 那整個看他的今年的運勢 朋友左右逢源 長輩貴人提升 居家家合伴私信 都沒有問題的 那真正什麼恐嚇他 威脅他那些 所謂的少數的暴民 對不對 真的會傷到他身體健康的 是在猴年的時候 喔 因為猴年的兄弟公在這裡 就是朋友的意思 戴刀 但他那年喔 急心高躁 貴人扶持 我認為也是 逢凶化急 虛驚一場 所以他整個後續的觀影 有沒有 我覺得還算滿好的 那其次大家又很 有點愛關心 又不關心的馬英九 有沒有 真正39年次的馬英九 今年是陀螺 陀螺走大運 後年是洋任 所謂 他陽年走大運喔 大運是不好的意思 大運沒有 小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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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縣 小縣就要一年 大縣代表十年的意思 OK 有極大縣跟凶大縣 他陀螺走這個 傷透腦筋 今年啊 傷透腦筋 煩惱 因為他的福德公有洋任 流年代陀螺 陀螺 陀螺代表一直轉一直轉 就是這邊 空轉空轉 對 煩惱的意思 確實他這兩三年來 是過得不盡理想 不會那麼如意 那這樣子又有點偏頗 有沒有牢獄之災 偏頗來看一下 來這個 這個推背圖 很有意境 很有意思 大家看一下 這誰的推背圖 這個殘成那麼久的 老推背圖 好 我是說 他代表什麼意思 誰的 這是不是一個門 對 是不是一匹馬 我們先看這是第32項 就是今年 以未年 流年 今年 好 我們看到了一個 一匹馬 一個門 關在一個門內 對不對 這舊時期在講 這門 這跟一個馬 就闖的意思 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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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門加馬 就是闖 闖王 闖王 李治成 滅了這個名之後 又被殲滅了 所以他懷財不遇 落落寡歡 只是一個 就是懷財不遇就對了 這重點 後面這幾句話 大家看一下 李花禪 就是李治成 拜的意思 對 這幾個字很有意義 馬跳北雀 這個天師叫做 馬跳北雀 馬不用 不要對號路中 我們就對號路中好了 北雀就是那個 孟浩然 懷財不遇 遇到唐玄宗的意思 你為什麼不忠用我呢 我這麼有才華 後來落落寡歡 憂於而亡 再來是全熬 西方 就是狗廢火車的意思 毫無作用 最後這幾個字很重要 八九宿靜 明朝有十六個皇帝 有十七個封號 八加九是十七 宿靜 日月無光 代表明朝的意思 日加月的名 無光就是下台一鞠躬 那這樣子是馬跳北雀 八九宿靜 日月無光 就是馬其實沒有勞義之災 但是已經禁鎖 沒有一馬當雪 八馬奔騰 它一直沒有光 才會變九趴嘛 那你說有沒有勞義之災 我認為還好 只是禁鎖在這個地方而已 困在這裡 它不是個枷鎖 不是個官老監獄而已 就是沒有前途的意思 後面這更精采的 這幾句話 你看一下 叫做 我們說這個 太息金陵王氣淨 也就是我們說的 漢人已經完了 滿座人進來了 等一下我們完整的 看一遍了 陽花落盡里花蟬 五色齊分至北來 就來自四面方力量圍堵的意思 太息金陵王氣淨 就是明朝的皇朝 就是我們都自身黨根 一隻春色戰長安 這個厲害喔 一隻春色戰長安 春色代表 就改朝換代嗎 不但改朝換代 而且春色喔 春色是什麼意思 女性 所以你是讓育人武則天作命 我認為這個有加分 蔡小英 一隻春色戰長安 不要把男生用一把寶劍嘛 對不對 是不是 我們也可以推周美金 也可以 我們廣告之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 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一週刊今天曝光了 過去美和事的重要蜜餞公文 那一週刊的網站 還給觀眾朋友網友們下載 三千頁的公文文件 不過剛剛兩位台北市議員 表達了抗議 這樣的文件 應該放在台北市的網站下載 不過同一時間 光琦 這個媒體為什麼會不斷的追美和事 其中很大的原因是 美和事相關的資料曝光之後 小老百姓才看懂了這個政府 怎麼樣為財團服務 那美和事顯然剛剛講到 林隆顯遇到馬英九跟郝龍斌 兩個大財神 真的是發大財 可是我們這幾天節目也談過 現在連開處總共有80多個連開案 我現在畫面這個表格是按照 連開處的連開案編號下來 以這個表格來講從1到19 然後下面你看是20到35 再下面我們一共做了4張表格 五張表格才足以把80多個案子 統統都列清楚 每個案子都是捷運線 比方說環狀線 信利線 淡水線 或者是松山線 南港線 文湖線 每一個捷運線的重要關鍵站 都有開發連開 那這裡頭昨天郭正亮也預告過 日盛生還未必是連開大王 現在看起來比方說 極美 浮華 冠德 新復發 達新宮 好像挺多建商都在這裡賺大錢 對 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類似美和事的案子 不是大家先前想像說 就是只有日盛生 還有四五十個案子 日盛生拿到12年11個案子 1200億的開發產值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其他的這個就是一個大學問 剛開始我們拿到這個 楊春版的 這是公文調出來了 第一其實也是蓋有官房的 市議員去爭取 然後才調出來的 裡面沒有像林冠寧 現在拿到的這個後面 他有配合你這個案子 是哪一家建設公司 就等於說哪一個財團 昨天講的這個潤泰 他們有個A11 A11的那個案子 像我們看 礁11 礁11對內湖站 這個現在都是 你看為什麼動作這麼慢 這要對 這個你講到內湖站礁11 你要對後面是哪個財團 那他這個財團還有哪些案子 好啦 他是專門拿 那個所謂的車站商場 總共這個我們現在看到有四個 這個是很肥的 我幫大家整理一下 剛剛講的內湖礁11是一個 另外剛剛林冠講 松山車站是一個 他還拿下南港車站 另外還有一個三重捷六的 聯合開發案 就是1235 6的那個案子 那為什麼很肥呢 內湖礁11 這個我就不講了 那個所謂的分配比 跟他們當初用徵收的名義 後來也不是坐捷運 其實是變成捷運購貨宅 是蓋住宅了 這樣的一個情況獲得暴利 跟每合是一模一樣 那松山站呢 它是一個車站商場 就是我們講的潤太新 他專門是拿車輪商場 有什麼利益呢 他可以結合附近的饒河夜市 五分埔商圈 你看這個多熱鬧 然後十七桶高的 這樣的一個特殊的商圈 他還規劃小坪數的辦公大樓 意思就是說 它裡面後來還結合飯店的 這樣一個經營 就是說能夠開發的 能夠讓它獲利的 能夠怎麼搞的 它全部都利用待盡嘛 那為什麼是可以 這樣子的一個手法 為什麼也是這一家 這我們慢慢探討 為什麼舉礁11那麼多次 是因為這個也是監察院糾正的 監察院糾正 好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小的案子 這個礁11 是雯湖縣的其中一個捷運站 是內湖站 然後內湖站加11 就我再整理給觀眾朋友 一個概念 這裡頭是最近這些年 雙北的捷運線 那包含機場捷運線 或者還在興建 還在這一個規劃中的環狀線 那也包含已經 比方說雯湖縣已經營運 已經通車了 剛剛講到松山縣跟新義縣 都已經通車了 再來每一個捷運線的捷運站 是不是都是超級大熱門 都可以開發 那右邊就是不同的站 那不同的站 都有人中樂透 右邊的投資人 就是樂透彩的得獎名單 你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從1997年的2月 第一個類似這種捷運 捷運後來很夯嘛 第一個車站聯合開發案是 科技大樓站 河濱東湖那邊 大家我的印象 第一個是從那邊開始的 本來是累到73個 後來像我們看到這個所謂的 表上表列是 本來是84個 後來有一些這種胎死腹中的等等 變成82個案子 好啊另外有一個 也是市議員 陳請人所檢舉的 也是台北市捷運局所主導的 他當初以每坪9萬5千元 向地主徵收 跟我們美和市剛開始是農地的時候 一坪是6萬元一樣 這是哪一個站呢 捷運新爐縣的爐州站的連開案 那不老理的地方在哪裡 他當初給人家徵收 一坪是9萬5 可是呢 當你是那個地主的時候 你現在看到人家 新建案 每坪 鬥折開到 五六十萬 你是會不會堂選 那背後是什麼 你當初跟我徵收的時候 你講的是這個爐州站嗎 對 你當初跟我徵收的時候 作為交通用地 你跟我徵收的時候 是要蓋捷運 對不對 當然 他們有這個分配到就是說 每坪9萬5千元 那就像那個王光宇效應 他或許覺得說 那這是政府要強制徵收的嗎 那如何如何 他們就是這樣子 順遂政府的這個意思 就當後來發現 就是馬影光現在追的 也在大法官四線 你這根本就不是蓋捷運 你供貨宅變成是說 你這個以蓋住宅 你自己財團獲暴利為主 另外還有 以你剛剛講的這個 我們換算出來 他總開發大概是8千多坪 對 一坪我算很便宜很便宜 40萬好了 哇賽 對 那也是30億 30多億 像膠11那個案子是50億 對啊 貨爆率50億 那那個美盒是110億 而且40萬我還一定低估 他下面的店面可能一坪 都不可能是這個價錢的 好 那簡單講兩個 一個是一般的容積率 200% 我們講200%就已經很高了 他這個容積率是300% 另外 有這樣好的事情 所以才能開發8千多坪 你買房子有三個出口 看你家在哪裡 出口還直接到你家的 對 怎麼開口是開成這樣 這也都是一個問題 好 那這個佟仲偉同學 你也還追 柯P現在聯眾委員會 要追5大案 除了日盛生美和事相關的文件曝光之外 你說這個大案小案大不同 有些人已經過關了 其實這沒有什麼大案小案的問題 我覺得每個案子都是人民的血汗潛 人民的血汗在裡面 那我在這邊也要再一次的提醒柯P 因為柯P可能換了局長 那你副局長沒有換 那下面這些官員沒有換 當初在上下起手的這些人都還在 所以今年柯P開工的時候 在這個光華數位新天地他說 他說三創會是金主 三創會出錢 在兩個禮拜內 會把整個台北秋葉原的規劃 把它做出來 我就覺得這個柯P 你說不能夠騙你一次 但是光是這個案子 我看你下面的人 騙你不知道無數次 為什麼 交通局嗎 這不是交通局 產發局 對 產發局 三創是財政局 三創是財政局 財政局 包括市場處 這為什麼呢 因為當初在整個BOT的招商的過程中 這個招商的案子裡面就有講到 這是整個園區的規劃 包括一期 那這個三創叫二期 未來的三期 要整個做一個台北秋葉原的規劃 當初在招商 BOT招商的時候就有談到這一塊 那包括這個鴻海三創 他們所做出來的這一個投資計畫書裡面 都有談到 你說到什麼動漫那些什麼東西 這裡面已經寫著洋洋傻傻一堆 所以鴻海也不用再花錢去做 一樣的文章 他一樣再抄兩頁出來給你 所以那一天說跟郭守正開會 開一個半鐘頭 那講的都是老話 那我問你 我們完全沒有收穫 這空橋 長什麼樣子 看一下 他不會蓋的 這樣算不算三創違約 當然是違約 當然是違約 那為什麼三創違約 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鏡頭 童議員 我們現在看三創 現在這個進度是這樣 他空橋還是沒個影 現在我們只看到下面這些鋼筋 對 如果以這個三創他們承諾的 現在至少在牆壁 要有一個加強 要有一個洞 對 要有一個加強的鋼梁在 對 完全沒有 這個進度是至少要在2月1號的時候 就要有這個進度 那科技說要公布藍圖是什麼 這個藍圖 藍圖就是之前已經有交出來過 在投資執行計畫書裡面 完全沒有新的東西 所以這個空橋會不會 包括有結構上安全的問題 能不能蓋得起來 這都是個問題 所以空橋很有可能跳票 極有可能跳票 好 那如果空橋跳票的話 新光華商場的相關的成員 他們是基本上沒有辦法接受的 當初這個開發案 說服這個新光華天地的成員 就是說要拉一個空橋 讓整個區域一起開發 一起繁榮 對 沒有錯 而且這個東西是包括在 一開始的時候 那你覺得相關的團隊 都不知道這些嗎 一定知道 當初就是他們在上下起手 原本空橋要有幾座 原本空橋要有四座的 到後來變成說這兩座 變成只有兩座一座 兩座 然後把它包起來 跟一個牢籠一樣 原本是要有四座 這在前端 後端也有 一開始的BOT的招商 這個整個說明是有四座 而且包括這個空橋 整個台北秋葉園的一個規劃 這都是鴻海應該要做的 不做的話 台北市政府就要定它 就是違約 那你覺得台北市政府 現在沒有在定嗎 沒有 該做的變成 是鴻海對這一些 我們台北市民變成施捨 這是應該做的 到現在變成施捨 然後市府 包括柯P一直認為說 他爭取到了 不是啊 這本來就該做 他沒做啊 柯文哲放水 我預測四月以後 為什麼你們兩個覺得放水 三件事嘛 第一個 我很簡單講 他總共投資金額 三十八億秋葉園 對 然後他的收的房租 四十六年可以收一百二十億 對 差價你吐多少出來 第一件事 第二天橋做不做 第三整個區域的發展 是不是會蕭條 你搞了Costco 雜貨店會不會倒閉 其他新光環那些 都沒有交代嘛 今天不要去談那些鬼話 就談錢 你回饋多少 如果不談錢的話 你跟郝龍斌合議 有什麼兩樣 如果他這些五大案都放過 就我們還回頭講 如果從新錢的分配比例 台北市政府沒有多分一點 對 那其實只是雷聲大雨 有點小 吵吵鬧鬧而已 我在你的節目預告 他現在死照 那個死照還沒拿到 就是那個樓有沒有 那個十二樓 他如果這樣就過關 而再發死照 我一定告他 我對柯文哲 因為你放水 你跟郝龍斌一樣 我可以預測 如果五大案 他對財團輕輕放過 他民調70%的滿意度 到總值循環 跌過50%以下 其實這個案子相當扯 這個鴻海三創說 他們要在三月 三月要開幕 結果現在 包括這 三月開不了 相關的事情都沒有做 但是在光華數位新天地的 電梯裡面已經貼著說 三月要開幕了 這是怎麼來的 是裡面有人按通還取嗎 是市場處跟財政局 你已經先答應了 然後再去框柯P嗎 我覺得柯P 在開空的那個談餐 相當有問題 到底是誰寫那個談話的 要來框柯P的 那下面有人一再的在騙他 好 我們稍休息一下 光顧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 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大家好 我是林冠 今天是中華民國 104年2月25號 剛剛講到 我手上今天初刊的一週刊 曝光了其中一部分 當時美和市的案子 歷經前後不同的 台北市政府的官員 乃至於市長的重要文件 那我手上這個是我們節目團隊 當漏了一部分的相關的文件 從李樹德當時台北市的財政局長 任內至於馬英九 這中間會簽 以至於最後的協商比例 好龍斌在劃壓底定的相關的文件跟公文 那相關的文件跟公文曝光 真的是驗證了馬英九跟好龍斌 真的是財團的大財神 尤其是林榮顯的大財神 這些年來台灣社會看到的是 國民黨執政年輕人抱怨 他們所處的環境是低薪跟高房價 年輕人期待的是 將來可不可以變成高薪低房價 可是偏偏這個執政的政府 從中央到地方拚經濟 拚了老半天 都在拚土地財團的經濟 這個土地財團的經濟 背後衍生出來的低薪高房價 背後有多少不為人知的內幕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一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郭正恩同學 大家好 好 第二個是新科立法委員 鍾若爺雄立委員 大家好 再來是楊泰順老師好 好 再來是翔神助學好 各位大家好 鄭聰希同學 大家好 再來是光晴 大家好 我剛剛講 我手上秀了幾份 當時美和市前後不同的時間點 不同的重要文件 關鍵的公文 那相關的公文曝光之後 台北市政府到底前後的 不同的市長跟不同的官員 怎麼送錢給財團的 開始有了一些重要的資料文件 來佐證 我們先看一下下面這則報道 美和市 被譽為房市票房保證的捷運宅美和市 讓北市府權益損失超過百億元 關鍵公文曝光 原來始作俑者是早在郝龍斌之前的前市長馬英九 翻開契約書 清楚看到樓地板分配原則 投資人也就是日勝生 建議捷運局和北市府獲得 應該以商業辦公大樓為主 而同樣也是私地主角色的日勝生 得自願分配到集合住宅 當時的台北市長馬英九簽下大名拍板定案 馬英九跟日勝生簽的這個條約 基本上我用四個字形容 就是馬關條約 這嚴重的喪權入國 美和市解密公文曝光 寫下建商吃肉市府核糖的荒謬制 擁有美和市土地超過99%的北市府 竟然只分回30.75%的土地和建築 不合理的分配原則 估計讓北市府損失至少超過百億元 對我來講還是善後為主 就是說現在那房子要怎麼租出去的 賣場要出出去這個先處理 是有沒有必案還是給林政委員會去處理 前朝美和市爛仗 柯市長只能努力善後交付仲裁 過去北市府和日勝生的仲裁文件同步曝光 仔細看負責仲裁的三位委員 鄭冠宇是日勝生推薦 黃禮為北市府推薦 而最關鍵的就是雙方共同推薦的羅明通 當那個仲裁是在 華鴻賓市長時候就已經決定了 美和市案對市府來講 它最大的優勢是 因為後面還有很多案子 所以不見得要在仲裁這個點上來決勝負 最快下個月出爐的仲裁結果成了北市府 能不能向日勝生求償76億的關鍵 隨著相關公文一一攤在陽光下 也讓史上規模最大的捷運聯合開發案 再先撥欄 記者綜合報導 好阿宅 今天出刊的一週刊追蹤曝光了 當時美和市到底特別是政府 是怎麼圖利財團廠商超過百億的 那其中一部分的公文都在這個 一週刊的網站上面給觀眾朋友跟網友 download 我們download了幾份相關比較重要的文件 包含一開始日勝生開發的工程 這整個核定畫押千張的是馬英九市長 跟他相關的團隊 乃至於後來的分配比例的部分 是郝龍斌畫押的 然後後來的關鍵轉折 有了糾紛有了要重新分配的念頭之後 交付仲裁的第一階段的核定人 也是郝龍斌 這相關的文件資料曝光 真的是歷經了前後到現在為止 柯文哲算是第三任的市長 前後兩任市長 還真的是玲瓏顯的大財審野 沒有 其實應該這麼說 就是原先日勝生真的在業界 並不是那麼知名 規模也不是那麼大 那為什麼他們就這麼湊巧 可以接到以前其他單位 認為接不到或是不好接 沒賺頭的BOT案 這裡面有沒有人特別給予指導 這個我們沒有證據也沒辦法再討論 但現在公布了這 據說將近三千頁的公文往來 建架資料跟所有的內部外部的公文之後 你要爬梳它在正常上來講 你想想看三千頁 大概是十本魔界的量 你要把它爬梳完喔 真的很浪費時間而且很困難 可是問題就是這個案件的漏洞實在太多 所以導致大家隨便從裡面抽樣 你幾乎都可以看到問題 譬如說當時的開發案 從一開始的協商 就很荒謬的地方是在於 地主拿百分之三十二 投資者拿百分之六十八 那我們之前已經在節目裡面講過很多次了 這種誇張的對比是從來沒有發生過的 你現在去問建商 誰可以讓建商拿到百分之六十八 然後地主只分百分之三十二 現在在台北市要搞開發案 很多的這個對比是逆轉過來的 也就是建商大概只能拿到三 然後地主可以拿到七 更別提在這個案子裡面 實際上所謂的地主 有百分之九十九點三五 都是台北市捷運局 日升升只有百分之0.65 那在這種狀況下 第一個已經不公平了 但沒想到九次協商之後 從三十二比六十八 又縮到一路退縮了百分之一點多 最後變成將近是七比三 那也就是你沒有看過這種協商 是越協商越後退 日升升越賺越多 然後台北市政府越賺越少 甚至到最後根本拿到都是不值錢的東西 好 那這個東西在前端已經不合理了 好 調查局就要調查的時候 林聰醫院在2008年的時候 因為中風而去止 結果等到調查局去問他的時候 問到關鍵問題 他說因為中風記不得 因為中風記不得了 據說醫生班報導寫很清楚 他說調查員被氣就氣死了 所有東西都記不得 結果到林聰醫院就斷掉了 好 那這是其中一個問題 可是後來又發生一個問題就是 好啦 那後續在好龍斌去職之前 又決定說好 因為之前輿論打太兇太誇張 說好 我們要進入商業仲裁 可是商業仲裁 挑出來的三個仲裁人裡面 看起來很精彩的地方是 有人曾經牽涉到弊案 那有人曾經為國民黨 也就是馬英九是雇他 這還兩邊共同推薦 羅明通是兩邊共同雇他 來擔任仲裁人喔 然後但是問題是當年馬英九 其實在這個案件裡面 羅明通是站在馬英九這一邊的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講說 你律師拿錢被人家雇過之後 就一定站在他那一邊 但是鄭冠宇曾經牽涉入之前 同樣是相關標案的仲裁的弊案 好 那也就是現在有一個問題的 三個仲裁委員裡面 臺北市政府自己推一個黃例 另外兩個人看起來 你或多或少都可以質疑他的立場的時候 欸 三分之二都是對日誌有利啊 感覺打腳球啊 感覺打腳球 阿仔 這個從一開始的標案 綁評審委員 評委的評審過程 我們就感覺打假球 是 然後現在交付仲裁 仲裁委員又感覺打假球 那從頭到尾都感覺是在打假球 打作弊的啊 這最後還有一個最要命的事情是 那根據過去曾經有過相關仲裁經驗的 這個專業人士講過 以公共工程的仲裁喔 你要討回一百億 根本不可能 那你要打民事官司 等一下可以問莊律師啊 或者是莊委員啊 就你又要提出兩三億的一個 基本的擔保金你才一路打過去 那所以現在產生一個問題啊 等於是市府如果要走仲裁跟民事 相對來講贏面不高 你等於是必須要在完成仲裁程序之前 達成雙方的合議共識 但日盛生願不願意聽你的 把道口的這些獻金吐出來 現在就要考驗柯文哲的整體運籌帷 因為單純就仲裁或是民事 看起來因為王者已矣嘛 對不對 我講明我最後提一點就是 大家覺得很荒謬 中間有人被判刑對不對 那請問一個公共標案喔 中間在估價過程中 有人因此被判刑 為什麼整個標案不可以廢棄重來 對 這件事情在台北市政府那一端 是非常荒謬的 就是你底下有公務員有問題亂改建價之後 結果你說好那亂改 那亂改我們就繼續照這個走 那這個東西是你百分之百沒辦法理解 所以好市府在他的公共工程標案裡面 就有兩個很誇張的事情是 一個是雙子欣 大家還記得雙子欣那時候明明就說 對方是空投公司了 大家都說他拿出來那張這個本票 根本沒有證明意義 但是台北市政府硬是拖到最後一分最後一秒 一般公務員五點下班 他拖到晚上十二點 然後最後還是破局 那這一件事情每和四也是一樣 你中間的估價有出問題 你的公務員員被人家起訴判刑了 結果你整個標案沒有重來 你還照張一路走到最後 才被人家輿論抨擊之後 決定要走仲台 所以我們現在要討論的是 在這個中間的過程當中 歷任市府到底是有缺失還是故意的 好 我問一下這個莊委員 當時你是台北市議員 你們怎麼觀察 其實這個案件當初 如果說不是在台北市這一次政黨輪替 你根本這些案子都出不來 這些公文不會曝光 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談了多久 大家都在講說不合理 不合理不公 大家只能講到這裡 你沒有看到關鍵的一個文件 但問題是說 你要叫日盛生把這一塊肥肉再吐出來 第一個 不容易 看到錢 你前面兩個政府跟他簽了一個白紙黑字的一個合約 他為什麼換了一個柯文哲來 他就要就範 這個日盛生的心態一定是如此 第二個剛剛宅審在講說 那建商幹民間是急比急 這件事情這樣我覺得跳得太快 這塊土地剛開始 也不是台北市政府的 這塊土地當初你政府 也是說我要去交通建設 交通設施 新電機場 所以我去徵收 跟農民徵收完以後 花了這二十幾億徵收回來 現在碰到一個問題 你徵收的是要弄這一些捷運的一個交通設施 那你現在蓋出來的是變成 有一些住宅 第一個 跟當初的徵收目的不符合的時候 現在監裁院也在講 申請大法官事件 所以這個大法官事件如果出來的話 會變成說 農總不行 不合法 不能去轉移 本來是林管你家的土地 本來是你家的土地 我政府給你徵收來 徵收完以後 變成楊老師你家的土地 那在開什麼玩笑 怎麼過屋到你那邊去了 這個很大的一個問題 就像天母球場好了 天母棒球場 以前全部都是農地 要蓋體育學院 要蓋棒球場 沒辦法 老闆生剛才政府說要徵收 大帽子一扣下來 乖乖的 去領錢 你不領錢 不好意思 頭第一個給你跪跪了 你總不會五年後 四年後出現整個台北體院 或者說天母棒球場 轉到怎麼 所有權人變郭正亮他家 那開什麼玩笑 那天下大亂了 沒有錯 所以還會經過監察院 這一次提出 釋憲以後 看大法官會議 他怎麼做一個裁決 大法官會議如果認為說 不行你這樣侵害到老百姓的 土地的私有權 搞不好你宣告這樣是違憲 不行的話 那好玩耶 都定來耶 這就是 農民就會來還我 土地 土地是我家的 當初土地一品才多少錢而已 你現在把我徵收去以後 賣這麼多錢 你賣了如果說是分給台北市民 那還多好 不是 你分給日勝生 那開什麼玩笑嘛 剛林冠那張照片很好玩 你看林從一 對 林從一這個人喔 你注意看喔 我一直每次在講說 他到底是個王八蛋 還是一個魔鬼 還是一個神 我都搞不懂 他就標準的好伯村的人馬 當初在榮公處在幹處長的時候 一路嘛 好伯村 一直把他拉拉拉拉上來 他這個寶貝兒子去幹了台北 他是榮公處出神 對對對 那難怪台北市的一大堆案子 都榮公幫在掌握 他厲害在什麼地方 好伯村他兒子幹了市長以後 又不放心這個兒子 因為他們都叫浩呆 所以他怕這個兒子被欺負 他就派出一個他的手下大將 林從一去幹他的副市長 什麼事情都要經過林從一 那當初台北市整個是四人幫 那你本來想想看 本來這年輕人可以做決策 比較年輕一輩的可以做決策 後來都要經過林從一這一關 林從一後來中風 叫你來講你中風 應該就是好好去退休 我們這個台北市長有多處 中風 老爸的老陳 把他調去的你知道嗎 捷運公司這當署人 你會覺得這個人很怪 中風還有本事當捷運當署人 檢調在問他什麼都會忘記 幹那個捷運公司的董事長 領薪水的時候不會忘記 都沒有中風 所以你會覺得怪了就是說 一路走來 其實郝龍斌有沒有他自己的想法 這件事情你說 郝龍斌完全主導 我不相信 為什麼不相信 我分析給大家聽 當初我們在討論那個公車專業道 中校西路 我就曾經指引過他 我說你樓梯是要死嗎 花那麼多錢 你要動這個路 對你有任何幫助嗎 他這樣笑笑 我說你真的贊成嗎 也笑笑 到問他什麼都笑笑的 後來我才知道 他有他的痛 馬英九 那就是馬英九做的 馬英九在幹總統啊 在幹黨主席啊 你郝龍斌也什麼東西 馬英九做的我把你打掉 好像打你馬英九的臉 大家都怕馬英九 所以他也怕馬英九 那日生生 剛開始在台北市 你馬英九一路把他這樣扶持上來 讓他賺這麼多錢 做大以後 你到了郝龍斌手上 你郝龍斌敢去動他嗎 我講一個大家從來沒有講過的 廣告之後再回來講 我們廣告之後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台灣社會觀察 邝文哲新冠上任追了過去 台北市幾大開發案 以日盛生在美猴市這個案子來講 前後兩任市長顯然是這個日盛生 大財神 財神也送了不少錢給財團 那莊律師 莊委員 你要說一個故事 你說當初林隆仙 本來還是個小咖 他是小咖 是有資料文件佐證的 我給觀眾朋友看 這一張營利事業相關的登記 正式民國69年他登記 後來陳水扁發了一個 營利事業登記證 那個時候林隆仙的資本額 只有12億 馬英九任內 他開始要發財發機的時候 資本額是18億 可是一個日盛生海撈 隨便算是三四百億 所以你想想看 一個資本額18億的公司 做了一個海賺三四百億的公司 那他真的是發大財賺不完 所以你把它想想看嘛 你看去年就好 去年這整個案件 每核四還沒加烏以前 還沒產生爭執以前 大家在講日盛生 這營建股嘛 好 真厲害喔 他一個賺都賺幾個資本額 你在騙貴 北京賺都賺兩塊三塊 你一個賺都賺二三十四十 這裡面就有很多不可告人的地方 一路走來日盛生為什麼會壯大 大家很清楚啊 九龍馬英九這個好朋友啊 但問題是你吃相難看嘛 所有連開案件 搞奇怪 那些人去標 到最後就是日盛生 日盛生 一路你把那個資料全部一攤開 那麼多的連開 都是日盛生 為什麼 在台北市的很多 你要創幾百塊格也好 要創什麼也好 就是都一樣 都是這幫人而已 我講我以前當律師的時候 好好笑 有一次呢 就日盛生的連開 他的連開案件 小地主來啊 日盛生沒有土地 他哪來土地 日盛生他家又不是生產土地 他是在蓋房子 但是他問題是 我買土地 買土地 當初台北市政府 有一個不常文的就是說 只要私地主的話 有私地主要 有意要開發的話 那好 讓我政府不予民政令 那私地主來 那當然這都是一個巧門 讓這些私地主去結合 讓建商我可以買一點小土地 然後依小博大 就可以來主導大開發 但土地沒有那麼好買啊 你要買土地 你這朋友買哪裡 一百萬 我沒有買 我買給你管 叫兄弟出來 這喔 我來喬啦 沒百二萬好嗎 賺二十萬也好 一百倍就變兩千萬了 所以重點來了 台北市的 歷任的一個市長裡面 大部分都拿 台北市民的財產債 幹嘛 小朋友 真的 這叫做高朋友 到現在 你有沒有看到說 哪日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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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毛錢給誰誰 我們都沒有看到這個資料 所以你只能去講說 他這麼厲害 這些人都要做高朋友 你現在做市長要高朋友 是誰 都拿台北市民的財產 說我來高朋友 我這個送禮 人關我們好朋友 好朋友 一組一組都高起來 要做什麼 有志於大會 人來 集來 都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案件 我會覺得 你說走仲裁 真的就會贏嗎 我很懷疑 你說到高朋友 我問 憲長跟馬英九 高朋友二三十年最散 鄭春齊 鄭春齊可能是 馬英九的朋友裡面最散 到現在還要我 人家都賺幾個百億了 就是不想自己做朋友 不想自己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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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他做育友 跟他坐在一起 我跟你講 首先應該肯定的是說 市政府現在這個團隊 把這些資料公布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 要不然真相 永遠沒有機會被探討 可是我可不可以抗議一下 市政府應該有一個 市政府的弊案的資料專區 不應該丟給宇宙看 是 我同意 就是說他這個 他大概希望能夠造成更大的效果 我覺得這個模式應該肯定 應該繼續 後面政府 因為他有那麼多的聯合開發案 或者以前很多市議員 都拿他沒辦法了 由行政掌握權力的市府 主動把他掀出來 攤在陽光之下 媒體 市民 大眾一起來檢驗 那也給被檢驗的對象 什麼美和事 日生生 馬英九都可以出來有話講 我覺得馬英九 我剛剛本來真的要寫 他在講什麼清廉 情政 愛民 他昨天團拜還講清廉 馬英九 你是清錢 你是情騙 你是害民 我公開指控你 你不是最喜歡告人嗎 我很少這樣子 我公開講說你這個是可惡 你應該去坐牢了 因為現在已經到這個問題了 我昨天跟一個法官出身的 立委同臺 他說這個事情要有點公道 盡道仲裁可能不是辦法 最好的辦法就是說 師父應該要突出一點錢 日生生要突出一點錢 來還給這些地主 我說這個是什麼公道 這有什麼公道 他們再突出一點 補償一下地主 那我們為什麼要讓 就算是好了 地主滿意好了 這種幾乎是殺人放火 公然搶劫 嚴格講是貪污犯法的事情 這樣可以還公道嗎 我認為還公道就很清楚 馬英九一定要抓去坐牢 日生生這老闆一定要讓他去坐牢 所有的東西全部要沒收 回給給市民 市民再從這部分 再撥一部分去補償那些地主 這才有公道 我說如果沒有這樣 是沒有公道的 這麼多的疑點 這麼多不合理的事情 可以用仲裁弄一點東西回來嗎 現在柯文哲市府說 不用怕 他後面還有很多事情 意思是說 柯文哲也知道 進入仲裁 我們是逃不了太大便宜 所以用其他 改革之下 還有很多案子卡在我們手上 我剛剛市議員也這樣建議 用卡案子來整人家 我覺得這個都太消極 什麼後面還有什麼 美兒制的使用執照 這些可以對付他 我說這個難道不是弊案嗎 這麼清楚的弊案 馬英九可以怎麼 讓他坐在那邊繼續跟我們講清廉 我們吞得下去嗎 回到這個事情的原點 一開始跟他講 這個就要去申請大法官示現說是違憲 我跟你講如果違憲 判定是違憲 最多也不過在行政上濫權 違了一些法 那又怎麼樣 又是用老百姓的錢去俊弄 如果這個不是違憲而已 這很清楚是官商勾結的違法犯罪 可以這樣子了嗎 定了違憲 只是說讓這個東西不可以 以後按照這個模式繼續搞繼續騙 我認為這麼清楚 大家用 我為什麼敢講 馬英九你不服氣出來辯論 不要找律師來告 你那麼明察就好 你腦筋那麼清楚 你不會像那些被檢察官找去問說 你為什麼這樣 說什麼算術不好 你馬英九會算術不好嗎 你平常追根究底 為自己的名譽保護得那麼慎重 我就問 當年為什麼要搞聯合開發 更重要的是 美核是日生生這個0.6級的地主 聯合開發案 如果是是否不得已 你要聯合原來的很多地主 大家一起來開發 大家雨露均沾 你為什麼其他真正的 原來的老地主 全部被土地被徵收 日生生這個是最後 一點點時間才擠進來 拿到一點點的0點多的一個土地 法律上是吃地主沒有錯 可是明眼人一看 這根本就是一隻蟑螂 這根本就是個土地的炒作者 而且是這麼厲害的 你怎麼可以睜著眼睛 然後閉著說瞎話 說我合法 他是施地主 可以參加聯合開發 我對這一開始的緣起 一開始的起因 我就認為根本上問題就出了 民意上合法 我常常講實質上就是有問題 你這樣的施地主 明明就是一個開發商 而且後面談這麼多不合比例 你馬英九的哈佛的智慧 你的博士 你的行政歷練 你的法務部長 都不見了嗎 你怎麼會做這樣的決定 這個我們是要問的 那你出來講清楚 你政策上是怎麼思考的 你難道也是數學不好 還是腦筋袖斗 如果不是 這些理由都過不了關 都不能檢驗 馬英九你就是土地 你土地就是貪污 你就是共犯 我們雖然沒有直接看到你錢 進到你口袋 你這麼一個貪惡烈的政策 你傷害到老百姓 這我常常講 錯誤的政策比貪污還可怕 就表示你等於是等同貪污 所以馬英九這個事情 絕對不能跟他聊 一定要讓他坐牢 一定要沒收他的財產 日生生這個人 這個什麼林榮也是一樣 如果這種人沒讓他坐牢 沒讓他們付出代價 繼續犯罪 他現在錢已經進到口袋了 進了1000億 弄給200億出來 這樣叫做公道嗎 所以我這些台北市民 一定要把立場佔好 這件事情沒讓他們坐牢 是沒有公道 好 楊老師怎麼看 剛剛我們莊立委有提到 如果送交仲裁的話 裡面也不是很大 我對這一點我有點質疑 如果說是民間跟民間 在打官司去仲裁的話 沒有錯 你這個約簽下去以後 你要在仲裁裡面討得便宜 的確是不容易 可是我們不要忘了 現在市政府跟民間在仲裁 或者在打官司 這我就要請教一下 我們莊委員 以前也是律師 當你簽了這個約 現在已經證明說 在簽約的過程當中 有人收賄對不對 這個有人已經被地監署起訴了 至少刀加農那幾個 這一個相關的成員 就捷運局局長都被起訴了 連開處處長也都被起訴了 收賄的部分是沒看到的 他們起訴就是以收賄罪起訴的 他本身沒有對口 他還是無徒利 當初就已經進入司法制 這個在簽約的時候 他的立場是有問題的 根據契約的精神 你如果以非法手段 去取得這個約的話 這個約是無效的 對不對 我覺得市政府 就像剛剛我們春吉兄所講的 你今天要有決心的話 你就可以以公權力 你不要忘了你是政府 你不是一般民間 一般老百姓如果遇到這種事情 可能只有平安摩摩算了 可是你現在是政府 你有公權力在手上 你可以做出一些斷然的處置 廢約 廢約也好 或者我把你這個 所有的這個禁止移轉 或怎麼樣 我可以做各種的事情 然後我做了以後 當然日生生就要挖角 那你等日生生來告我 今天怎麼會是市政府 公權力的擁有者 去告民間機構 去要求仲裁 應該是日生生來要求仲裁 日生生來告政府才對 所以我覺得現在柯市長 他現在處理的這個方式 就像剛剛春吉兄講 太軟了 是市政府答應 對 他會講說 現在答應 過去的答應 證明是中間是有蹊蹺的 假如說過去的答應 都經過很公開 很透明的評審的過程 所以我們今天發現說 當初答應吃虧了 平安摩摩也只有認了 可是當初現在已經證明 至少在司法程序上 在監察院的這個調查上 都已經證明是有人涉案了 對 所以這個約已經是 可以證明說是 經過不正當的方式 取得了這個約 那你現在是公權力的單位 你就可以依這個理由 來做斷然的處置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這個柯市長 除了在申請仲裁這個步驟之外 應該還能夠做一些 更積極的一些做法 就乾脆就片面匪約 匯約 讓他來介護就對了 其實兩位的邏輯 其實我跟你們一樣 但問題有一個麻煩是什麼 海北市政府 你怎麼到最後 土地去讓他過去 沒有人要怕你 現在真的麻煩 麻煩在這裡 因為土地為什麼當作給他過 就來一個35億的本票來 這樣就趕過了 如果說都還沒過戶的話 那好 完了 你這個完全都通 如果進入法律 我們就完蛋了 這個人拖罪錢 自己抓去滾不怕 自己抓去滾 你從中風沒死 就等著要抓進去關 我告訴你 就剛剛講這麼多的疑點 現在特徵主義應該啟動 馬上就都應該抓來問 如果是涉及到犯法 他是現在是總統沒有做 他是要前任市長任內這些事情 這麼多疑點出來 眾目睽睽大眾檢驗 犯法來去滾 滾得大還是錢得大 看要在哪裡 你怕什麼 好 我們稍休息一下 廣告後再回到節目現場 歡迎回到您再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 台北市政府丟出來了 3000張的相關 關於日盛生在美核事案的公文 然後一週刊做了一個 今天的封面故事的報導 同時把相關的公文 文件的電子檔都放在網站上 給觀眾朋友來download 那同一時間媒體再去追 日盛生當年在馬英九市長任內的時候 他的資本額只有18億 老實說他在營建業裡頭算FK 他當時股票也還沒有上市櫃 他做了美核市這個案子 海撈幾百億之後 他才把股票上市櫃 那股票上市櫃之後 結合了特定的市場的力量 他的股價還拉抬大漲了一大波 所以林隆賢過去幾年 真的是遇到大的財神爺跟大貴人的 不只是前後兩任台北市長 給日盛生高達千億以上的專案做 千億入帳之後 股票市場的市值 他也暴增千億以上 那林隆賢這些年賺的錢 絕對不是小老百姓買春節大樂透 可以想像的 我們再看一下下面這一則報道 捷運內湖站開發案 結合停車場和商辦 如今卻被議員痛批 簡直就像是美核市案的翻版 像這樣子一個駐商吻合 最後竟然分七成給建商 那市府只分到三成二 是非常離譜的 也就是說再怎麼笨的人 都不會把說自己的土地 跟人家合建之後 竟然分主要的建物給建商 高嘉瑜指出捷運內湖站開發案 2002年由市府出面徵收百姓的土地 並且找來建商一起開發 但離譜的是 建商回收比例竟然高出市府兩倍 初估獲利最少50億 只於內情不單純 在2013年向監察院提出檢舉 隨後台北市政府就遭到監察院糾正 合市案跟內湖捷運連開案 都是在馬市長任內簽約的 但是權益分配的核定呢 美核市在好市長任內 類似的土地案件也發生在金站BOT 議員周小平T爆前市長馬英九任內 竟然賣斷700戶小豪宅辦公室 不但讓花了百億開發的建商 立刻全部回收 扣掉建築時間 建商光是46年的使用權 以每年15億的租金來算 市府起碼損失超過500億 痛逼金站BOT案 從頭到尾根本是喪權入國的條約 要求台北市長柯文哲一定要提出民事追訴 還給市民一個公道 記者綜合報導 好阿亮我剛剛幫林農賢算的這筆帳 他在美核市的部分呢賺了幾百億 然後他在金站的部分也賺了幾百億 這一個是屬於營建公司的 然後他股票掛牌上市市值又增加了幾百億上千億 好所以從頭到尾呢 他先賺完台北市政府的錢 再賺股票市場資本市場的錢 那這些年來 然後再做公司分割 然後各別上市 各別上市是把金站再切割出來 各別上市 各別上市的金站又只收現金 所以真的上市又是另外一塊肥肉 所以這些年來林農賢 我保守估計至少賺一兩千億 那台灣社會要問的是 前後兩任市長還真的是超級大財神野 其實我們今天在這裡討論美核市 是因為他有監院的糾正 而且北檢有起訴兩個人 其他案子我跟各位報告 這個我們春齊老師可能又要再生氣很久了 事實上美核市不是獨立的個案 對 因為我一個朋友吳子佳 他去結合一些工程界的朋友 他對網路上48個案子 分配比例 因為這個是7比3 對 我這裡稍微舉幾個例子 分配比例 權益比例 大概是65%以上 我練幾個case 應該說開發商分到65%以上 連開案 就連開案以小博大 就是我買到很小的土地 可是我都可以分到六七成以上了 總共有多少個 我現在練幾個case告訴各位 大義開發新電線的新電站 這個附近的社區叫碧潭有約 他分到72% 好棒棒 所以美核市是江湖行情 貫德建設新莊縣的先強公站 這是捷運第八 他附近社區是美麗新進社區 他分到65.4% 又是貫德建設 中和縣的景安站 捷運第五線 美麗景安 他分到67.8% 打個岔 這一筆站不能算台北市的 中和縣這一筆站 算新北市的 因為我剛剛前一段 也整理給觀眾朋友看 這些年的大樂透名單 就是捷運開發 可是捷運基本上 包含機場線 是在整個北部地區開發 他貫德這個中和縣景安站 新北市送他的樂透 其實你之前 永富跟吉美建設 淡水縣關渡站 北方之星這個社區 64.32% 又是永富跟吉美建設 中和縣的南四角站 捷運第六線 附近社區是南方之星 他拿到64.9% 那美核市 他做了一個統計的 事實上拿到最多案子 是華福集團 華福集團拿到13個Case 然後日深深是拿到7個Case 我剛剛是列舉出65%以上 分配比例你聽了就會昏倒那一種 事實上50%以上的一大堆 所以春齊老師現在只是看到美核市 這個絕對不是只有日深深幹的這個事 是 這裡說台北市政府怎麼會發展出這個模式 因為他這個年開案是從1995年開始 1995年那個 捷運建設 那個時候的分配比還很合理 那時候大概投資人大概都只分到40 對 那是阿彬末期了 那後來就到馬英九 越分越多 越分越多 大概十歲之位 知道這裡面可以賺到錢 那光綺 這裡頭都是玄機 所以我剛剛講日深深一定覺得我比較衰 所以吉他的人做樂透都沒有事情 我做大樂透有事情 我講起來 第一個 馬英公一直在追一個 就是說 你當初的徵收名目是什麼 以美核市來講是機場捷運 那以我講的交十一就是內湖站 它其實是要做這個停車場的 那你停車場這個名目就要符合停車場 你連私有停車場都不行 因為你是徵收來的土地 可是現在那邊變成了 蓋了住宅大樓了 那這個就是馬英公一直在追 所以我們常看的就是說 你當初跟這些農民也好 跟住戶私立主也好 他們徵收來的 你是用什麼樣的瞑目 當你這樣還是身為一過去 翻身變成說我家變你家 對不對 然後我們市府還開全家 你家就是我家 都變財團得利了 你現在躺血 這跟大埔案差不多 這每一個案子都像大埔案 所以它是一個綜合體 它裡面缺乏土地正義 而且強制徵收 然後你巧克力也有我們講的BOT那種感覺 你本來是 你是要蓋文創的 對不對 你要蓋停車場的 你要蓋巨帶打棒球的 結果最後完全都不是這回事 裡面有很多綜合 第二個 除了追官員 抓這個日勝生 還要這個 鍾小平講的喔 是不是要考慮一下 再把林崇宜找出來 對 它那個中風 中風也有很多人小中風 各式各樣的 你後來可以去捷運公司當董事長 或是你先前做市府顧問 你現在呢 可以重啟調查 那連政署在調查這幾個案子後來都說 常務對價 但是呢 除了這些人之外 還要抓一個 明蛋 你想想看我們怎麼會漏掉明蛋 對 這波明蛋都跟著我們一直打弊案 但是有沒有不屑的明蛋 現在又有人講 在很多案子裡面 因為全力 那個 那個 油水太肥了嘛 但是呢 明蛋已經 被 這個很明確的 撲露了至少兩個案子 大橋頭站 跟淡水站 也傳涉弊喔 那你連政署你怎麼調查的 你司法單位怎麼調查的 他們實際 這個插手是 權益分配的這個問題 所以在整個共犯結構裡面 不能少掉這一塊 那最後我們常看到 以前那個所謂的二次經改啊 或是說 這個官商之間要從事某一個大的 所謂開發力也好 或是說什麼樣的一個 驚恐力也好 他們都會巧立明目 對 他都會找正當性說 我是為了 我們這個 市府的財庫 為民喉舌 為民喉舌 結果現在 還要再繼續追查 市府 包括 台北市政府跟 新北市市政府 他們聯合 弄了一個叫做 土地開發基金 肥得出油啦 有沒有接受監督啊 他們的巧立明目說 第一個 我們如果徵收土地要錢啊 第二個 我們如果說 要聯合開發的話 我們也需要 委託一些建造費啊 然後我們要徵收 那個民間的土地 都要花錢 所以我們必須要成立這個基金 那成立基金幹嘛 到時候我們可以分回 我們該得的比例 然後我們有這個地產 有房產 甚至我們可以出租 我們拿到了這個商辦商場 或者這個住宅 或者是指租不賣等等 但是你知道我們現在雷到多少錢 市府一定覺得說 這樣子的話 我們現在手上有握有 這個百貨公司五個樓層 公管站四個樓層 他會跟你講說 哪邊哪邊幾個樓層 然後我們有將近千筆的資產 總價值313億 你感覺上會覺得 哇 我們這個政府好厲害喔 鬼扯 人家一條沿線 都是幾兆的開發利益 你分到300多億 這個就是會算數了 他就告訴你我313億啊 而且我每年租售的盈餘 可以獲得89億啊 那平均每年租金 收益到三年就4億啊 我告訴你 你一個案子就 給人家讓利了110億 我打個差別 這邊50億那邊40億 又一個110億 你三個案子全部 300多億就出手了 你蓋一條捷運線 每一條都七八百億以上 你這些捷運線 總共花了幾千億幾兆再蓋 對 你最後賺回來300億 你跟我說你很會賺 那財團都是幾千億幾千億的 在賺 我們廣告之後再回到現場 歡迎回到年代向前看的節目現場 我們今天聊的是這個 一週刊曝光了 美和市相關當時的重要公文 那中壘熊同學 剛剛講到 美和市這個 郭正恩講到 當時有部分的地主是 調查局的成員 那所以後來有一些爭議才曝光 可是美和市只是捷運 新電線的其中一個站 而那個站要開發 那捷運這些年來的 每一個站的開發 都是超級大樂透 它的分配比例都很不合理 所以光是連開處 至少有80多個相關的案子 是美和市們 那美和市們呢 從編號1號到80多號 我們整理給觀眾朋友看 它其實就是每一條捷運線的 不同的開發站 而那一些開發站 就是超級大樂透 那如果以坪數來計算的話 我稍微整理過 坪數比較大的有四萬多坪的 有兩萬多坪的 那個市價絕對都是百億以上的 坪數小一點七八千坪的 如果一坪你用四五十萬來計算 很抱歉也幾十億 所以今年呢 我們過完一個農曆年 沒有種樂透的呢 稍微看一下 台北市這些年的交通建設呢 這些人才是超級大樂透的得主 而且他們的超級大樂透金額是數百億耶 我們小時候常常喔 都會爬到那個芒果樹上 我常常會爬到芒果樹上 那瓣子在晃晃 下面一塊像高小孩 我開始在那裡搖搖搖搖 那些日盛生們 你把它想想看 一個政府全部都是在創造老百姓的利益 站在馬英九的立場 站在他在幹台北市長的一個立場 他當初的想法就很簡單 他說你看 我在行李啊 捷運開了一條啊 你看啦 一條又一條 你看旁邊的你都得利啊 可是呢 你站在一個相反的立場 站在建設的立場是說 你這個阿呆啊 你看啦 你在幫我蓋捷運啊 一條捷運通過以後 我旁邊有多少艱難 馬上全部 錢到我口袋裡面 創造了多少的利益 所以我會覺得說 當初啊 在做這些連開的時候 在台北市的捷運局裡面 這些公務人員呢 有沒有專業 超級專業啊 在台北市裡面啊 你要跟他講工程 講整個造價 我相信在台北市整個政府部門裡面 最精的就是捷運局 可是為什麼有辦法 一個最精最專業的一個局處 到最後捅出來的疲漏 現在被質疑就是說 你把整個市產全部 被整個日市生生 或者其他的日市生們 把你給掏光了 這個不合理的一個現象 所以呢 我們一直在想 在台北市議會 當初我在台北市議會 我們很多議員在講說 都不是這些官員的問題 這個案子都是誰決定 上面的老闆決定 當初你說文湖縣也好 你說新生高也好 新生高當初那個才誇張的 你不要以為說 台北市政府跟你說 20億這條新生高 把我重新再把我修一修 七月這樣寫而已 那裡面多少個工 你知道嗎 你譬如這個工廠 就很簡單 底下是不是要開始開工 開工開工要交為 理論上來講 應該是怎麼樣 我拿到這個工程以後 路要崩潰 要在那邊支援交通 是我們譬如到的人 我們要來的 你知道嗎 不好意思 遲到比較好 交通不能黑暗 派出大量的交通警察 派出大量的志工 那些計程車的 都幾個小時在那個地方 去的人也賺到錢 然後交通也變得改善 然後最大的獲利的是誰 這一個拿到工程的人 所以政府要圖利財團 有太多的一個明目 但問題是說 你現在發現它不合理了 你找不到它 這A的錢流到B 你找不到 你怎麼講 你只能罵說不合理喔 圖利財團只能這樣子而已 還好 政黨輪替喔 像這些案丟出來 第一個叫做美和事 對不對 對 我看在接下來的 就這一點美和事們 八十多個案子 鄭老師也不要氣啦 光琴男朋友也不要氣啦 很 在台北市還有更大的案件 大家還記得吧 國法院 那個人都是一大堆農民的 台北市政府喔 我看這一些以前 馬英九總統如果想到說 好像圓利建設那邊 還有一條很大條的 晚上要睡就睡不著喔 其實在台北市發生了一個 很誇張的現象 叫做公共設施的驅逐效應 大安森林公園是不是公共設施 是不是不收錢 任何你再窮的小朋友 你騎個腳踏車進去 就可以在那邊逛一逛 呼吸新鮮空氣嘛 但請問大安森林公園 附近那一圈的房子 哪一個小朋友年輕人 可以畢業就買得起買不起 甚至捷運是不是就服務一般人嘛 那幾十塊 你有看過什麼財團的大佬 跑去做捷運嗎 沒有嘛 但問題是捷運宅喔 捷運本身產生一個驅逐效應 就是他蓋到哪裡 民眾就往下一站逃 為什麼 因為他附近的房價就起 房租就起 起到你如果不是很有錢的人 或是相對有錢的人 第一個買不起 租金也不起 你只好逃到沒有捷運的地方 那這不就是本末倒置嗎 就跟我們在講 開發案你原先是 以交通設施的概念徵收 那徵收來 你就算要蓋房子 也應該以公益為主 也就是蓋青年住宅 蓋這個子豬不壽的 這些平價住宅 為什麼會變成超高價的 這種豪宅 那你可能沒辦法想像 那種捷運共購宅 飆脫一坪可以上百萬 這不就是荒謬的地方嗎 原先你徵收 從那些民眾手上拿走這塊地 用的是交通設施的名義 所以本來應該要服務民眾 結果在上面蓋的 不是服務那些 真正社會最底層的人 是服務社會最上層的百分之一 那請問對於那些 同樣身為社會一份子 同樣辛辛苦苦繳稅 這個上班族領薪水要繳的稅 比草房要低的 要多的多了 你最高可以交到45% 但是你的房地產房地稅 到現在也沒有處理得很好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你是一個年輕人 你會不會開始生氣 你會不會開始關心政治 因為你知道過去幾十年 爸媽叫說你一定要讀書 讀書之後才會有前途 結果你發現讀書完之後 沒有前途 因為所有東西都被人家佔了 我們之前講 台灣已經有一個很大的狀況是 所有的財富 所有的機會 通通是世代交相席 上一代交給你 然後你就跟著賺錢 跟著有更多的機會 結果現在更慘的是 當財團原先已經有財了 結果現在他沒有地了 台北市政府送給你 那給你更多的地 給你做更多的開發的時候 你想想看 你無權無事家無狠產 你這輩子怎麼可能有翻身的機會 資本主義這個市場 本來就會帶來很大的貧富差距 這個剝奪 所以政府是要介入來 不要講說平衡 你至少稍微彌補一下 你剛剛一開始問我說 為什麼沒有跟著馬英九吃香喝 我在很多地方都說 這個人殘忍不忍 因為他想說怎麼會呢 外貌這麼善良 講話這麼溫和人 怎麼會殘忍不忍 我接阿宅剛剛講 我去市政府勞工局的時候 會接到一個工作叫做 協助身心障礙者就業 我們剛剛在談到說 年輕人 清貧族 新貧族 他們這個低薪 高房價 這一群身心障礙更弱 為了要幫助他們就業 我就發現說捷運的 開發有些空間 你要協助他們就業 不是他們能力不行而已 你要跟這官二代 包括這富二代 怎麼能夠有個立足空間 所以你政府應該把好的地段 給他們 我就想說捷運 有些分回來的空間 應該給他們 我就跟竹杉政講 你說你說你是小的 這麼好地段 當然要來賣高價 怎麼會是給這一群人 我說你們這個邏輯 他們永無翻身之地 如果能夠給身心障礙 都是很難搞的 比如說那個 建國北路高價下面那個 那個中油的站 本來是國油 又是很難弄 我去調 把它調回來 然後才能夠給身心障礙 就去經營加油站 這麼樣一個主管 這麼樣一個市府 能呆嗎 跟我立場完全違背 這麼殘忍的 你這麼好的資源 你都不照顧 回來講這個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 剛剛大家講這麼多 現在莊議員 已經變莊立委了 我們你剛剛講的一系列 幾十個聯合開發 真的 因為美盒是 只是新電線的其中一個站 這麼重大事情 現在要去談什麼市縣 什麼有的沒的 結果發現他的法院依據是什麼 是個行政命令 叫做大眾捷運系統土地 本來要聯合 聯合兩個字 開發辦法 而且他才可以規避 民意代表的監督 所以莊雷雄他們在市議會的時候 是沒有辦法取得相關的文件 資料或者進行監督 這麼重大的利益 這麼重大攸關老百姓利益 跟大眾政策 政府決策 用一個交通部為主 內政部配合的行政命令 一個辦法 台北市政府在根據這個辦法 弄了一些實施要點 然後這些實施要點 就可以讓林從一到馬英九 這些人上下起手說 我都合法 我都守法 我說莊立委 你們至少提升到 訂定法吧 當然憑法裡面也會上下起手 剛剛光琴已經講了 這些立委這些民代 本身也是土地共犯結構中的一部分 至少但是你好好把它上升到 一個比較嚴謹的 用一個行政部門 行政首長握這麼大的權力 用一個辦法 就可以玩法上下起手 所以馬英九你不要跟我講 他最喜歡裝算裝傻 所以我都合法 我還是一直要問 如果說你都合法 日盛生那零點一點點的那些土地 按照我剛剛看的一個辦法 這個市政府捷運局 可以先優先用優惠給他架構 不架構可以徵收 其他人可以徵收 為什麼美和市日盛生不能徵收 對啊 你把它徵收出來再一起弄 這個傢伙是真正的失地主嗎 原來那個聯合辦法說 你們地主不要讓你們吃虧 你們可以優先開發權 這個美意被你們濫用了 因為日生生根本就是土地開發商 完全不合乎立法原意 馬英九你學法的你玩法 玩法是最佳九等 你該進監獄的我告訴你 好 中律師 馬英九要不要進監獄 其實馬英九其實他 他現在覺得他很衰 我交這頓好朋友給你們捕一個 現在都糟糕了 但是馬英九其實他沒有去想到一個問題 他交出了這麼多好朋友 他創造出來的財富 都不是老百姓的財富 對 都是這一些 馬猶有馬人自己的一個財富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還是覺得應該回到 如何善後的一個問題 柯文哲上來以後 大家對他期待很高 那這些看起來都是只是 你說這是霹靂手段嗎 我沒有看到他現在有任何的一個霹靂手段 但至少讓社會大眾知道說 有霹靂手段嗎 以前在講廊宗真的 廊宗沒有霹靂手段 慢慢的… 社會大眾一定會去凝聚一個共識 就是說 這個公共財 到最後進入到財團的私人口袋裡面去 過程又是這麼一個骯髒龜 這個不要像 不像宅審者講的 不符合公平跟正義 這不是 這是像這樣 像人的肉一樣吃了 幾個人都補下去了 私人那個骨頭都還沒有吐出來 就你才會發現說這一些財團